继续来看政府推出五倍捐 希望能够进行国内的经济 何必一间加股行业者 认为很多磁石家庭的生计 因为疫情受到影响 特别推出到 使用五倍捐来点来消费 几千块钱 点击就会来贯出一千块 给四千里的好利益金会 结合正人的爱心来关怀社会磁石 政府推出五倍捐来进行国内经济 何必一间加股行业者 在这段期间 看到很多较艰苦的家庭 因为疫情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特别推出五倍捐 爱心加倍的关怀活动 有人让五倍捐可以变大 我们跟罗医院讨论记者 我们也可以说 让五倍捐变得更有意义的 你们只要消费五千块 就在这里把你们五千块 落下去 你不管你有什么消费 你如果有消费我们天空官做公业 一千 你如果感觉我们家庭没签到 你们对四千里 这个需要我们援助到三天 你们也可以来 把政府的消费馆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一旁 持续跟八大家居合作 已经超过五年的时间 那每一年都非常感谢 八大家居的老板 以及在议员他们就是带头来做在地的公益 那今年也特别感谢就是 也搭配了这个五倍捐 让爱心可以加倍 看这家庭啦 这家庭说我怎么没收到来看看 一看看就觉得我还可以不错 那是说来说五千 那他们要做公益 五千 如果要五千 送一千 一千在做公益 那样啦 那大家来跟高区的伴供一下 那你觉得这就不错 这算好的社会 就说大家有在 关注一些社会 比较艰苦的小孩 黄泳比头去召售 因为月薪美纪丸的印证 这实在四千里 好与基金会这个社会团体 以往都是头过的忙楼 来打买隔聘 合着忙由做会做公益 这次是以实体消费方式来做爱心 希望消费台中可以拥有向益 输用五倍捐 加倍照顾四千里的公益 到中华西门也很无 何必彩虹报道